每逢佳节前夕 政府都会宣布豁免大道过路费 减轻游子回乡的经济负担 即将来临的开斋节也不例外 从4月8号起 道路使用者可享有两天的 过路费豁免优惠 换言之 公共工程部必须承担 将近3760万令吉的费用 1 hari itu 19 juta ringgit yang dibayar oleh kerajaan melalui Kementerian Keuangan kepada 33 syarikat konsesi jadi pada kali ini itulah yang diputuskan 2 hari pada 8 dan 9 April 8 dan 9 April itu adalah keputusan yang dibuat oleh kabinet kereta jamaah menteri yang dibuat oleh menteri dalam kabinet seperti ini 公共工程部副部长 Nadusli Ammo-Maslan 今天视察南北大道公司的 应节准备工作后指出 由于涉及款项太过高昂 政府无意延长这项优惠期限 今年的开斋节落在4月10号 Ammo-Maslan表示 南北大道公司 预计在开斋节前夕 以及4月12号到14号期间 每天的车流量 可以达到210万辆 高于平时 高峰时段的182辆 有鉴于此 南北大道公司 将在佳节期间 出动4500多名职员待命 以展开监督 收集和传达 最新交通情报 以及协调 道路使用者支援的工作 他也不忘提醒 游子使用部门旗下的 应用程式 MyPlus TTA 以便更有效地规划行程 顺利到达目的地 应用程序 尽管与 勇者 离